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的书房或工作室可以说是我们身为企业家 花最多时间的地方 是我们赚钱休闲睡觉教书吃饭的地方 公寓散其事必先立其器 这当中的器不只是电脑和电话 当中还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和书房 大家好 我是宋 还记得当初我创业的时候是从一间小小的房间开始 一个人慢慢变成现在 有些朋友也知道最近我在忙搬家和装修 这当中当然包括我的居家办公室 2020年行动管制令过后 居家办公变成我们热场的一部分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会计师 我的居家办公是怎样的 因为要当网红 呃不是 因为要教书 所以要有一个比较大体的背景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四层的宜家 书架来放我比较喜欢的参考书 还有一些装饰品 很多会计师和我说 会计师一定要用Windows电脑 是吗? 我已经用苹果电脑10年了 用SQL会计软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 最近还爱上M1 哇 真的是超快 完全回不去 因为我们长时间工作 所以有一张会升降的站立办公桌 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可以坐这 累了就站一下 直接升到适合的高度 继续工作 全自动 不用手动 旁边还有这个USB 这桌子其实不难组装 不过他的脚架 还有那桌子真的是很重 所以一个人组装很吃力 不过幸亏还好有我的同伴陈陈 不细星期天来帮我安装 真的是非常感恩 在办公室最烦人的地方 就是一大堆的电线穿来穿去 然后一直打结 还好这个桌子是有电线管理的 如果你不够的话 你可以自己另外的 可以去买这种Velcro 然后电线管理来绑你的Wire 这样就整齐很多啦 这个是会计师吗 还是股票操盘手啊 塞不塞这样多屏幕 太夸张了吧 其实还真的是需要的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台手提电脑 和一台荧幕 这是为了方便大家工作 尤其是必须居家工作的人 在我买这个屏幕的时候 有这个小矛盾 要买一个49英寸的超宽屏幕 还是买一个两台24英寸的不同屏幕呢 49寸肯定比较贵 反而两台24英寸比较便宜 一分为二 会计软件就放第二个屏幕 如果我有在录课的话 我就会把QuickTime 还有一些录屏软件 就放在第二个屏幕 最后就是我的PowerPoint Excel就会放在第三个屏幕 就是我的Laptop的屏幕 因此两台24屏幕 比较适合我的工作热长 所以我可以一分为六 两台屏幕太刺坐纸的空间了 所以咧 我就买了这个双屏指甲 超级深位置 我的办公室 Office也是这样子哦 站立办公座是未来的趋势 但不可能不做的吗 不可能整天站的吗 对不对 自己的办公室 过去买了一张按摩工作椅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看法的话 不妨留言 下次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按摩工作椅 因为 第一觉得很贵 第二 觉得有点不切实际 所以这一次我就选了 比较实际的Ago Chair 2.0 它可以调整 座椅后座 腰椎支撑 头枕 还有扶手的位置 灵活性的调整 这样 这个小的居家办公室 就完成了 大家有何看法 不妨留言 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书房 还有你们的办公室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eping phải ounce 际 转换 我们下幹